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全国六大气毒系统执行第九坡安居气毒专案 单月共查获了4100名嫌犯 2857公斤的毒品 以及38座的制毒工厂 刑事局干员在高雄港58号管制站前拦截围捕嫌犯 同时从货车上卫装的垃圾太空包里 查获重达一顿多的安非他命 及119公斤多的凯他命 释駕育23亿元 警方调查这个运毒集团 企图以散装货轮着海上运毒 从高雄港走私毒品入境 毒品数量之大可供400万人吃稀食 幸好被警方及时燃货 发现这个集团 它会利用分装货轮 在香港以南越南外海 有接合毒品 那接合毒品就会打回高雄港 以补给的名义 将四个大的太空包夹下货轮 那里面呢则在玩嘴饮垃圾当做菜品来进行演赴 实则上里面是大量毒品 那全外呢我们最后发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所以从八月四号开始进行全程二十四小时之后 一直到八月七号上午 当这些大量毒品夹下货轮 再映入地图出队的时候 我们立即在高雄港软件案前及时燃结 另外刑事局也破获行动制毒货车 嫌犯将毒品原料藏在小货车后 深夜在再往深山或墓区制毒 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执行攻坚 在彰化县 舍头乡或货制毒工厂 同时查扣相关制毒原料及设备 据估计可制成三十万包的毒咖啡包 这是第九波安居气毒成果之一 在高检署指挥下 全国六大气毒系统单月共逮捕了4100名嫌犯 查获2857公斤毒品及38座的制毒工厂 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前往 未免弃毒有功能源 陈建仁表示 政府反毒交出量言成绩单 不仅弃毒成果丰硕 在首次试用毒品人数比例 以及因为稀释新兴毒品死亡人数 也有显著下降 第一次试用这个毒品的人数 占整体试用毒品人数的比率 是逐年下降 从105年的23.7% 下降到111年的18.8% 今年1到8月 跟下降到17.6% 然后因为试用新兴毒品 PMMA还有PMMA 强力摇头王和死亡的人数 使用毒品死亡的人数 从109年高峰93人 下降到111年的6人 而今年1到8月 死亡人数是0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防毒的 这个毒品防治的工作 相当的有成果 对于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 知名网红西石大马案 陈建仁也表达 对其在年轻族群间流行的忧心 要求各企毒机关 加强茶器全力遏止 记者张启辰 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 内政部举办112年 下半年替代艺机优单位 及艺难表扬大会 肯定64位优秀的替代艺难 以及9个替代艺机优服务单位 期许他们在民众需要的地方服务 共同为国家的安全来敬礼 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室 附近的社会艺艺难曾俊宁 时常主动关怀行动不变的荣民 协助他们用餐 乳策及更换尿布等 热忱的服务态度值得赞扬 另外在消防局服役的刘燕廷 善用外语专长协助翻译 也运送救灾装备给消防同仁 担任最坚强的后盾 还有许多的替代艺难 优秀事迹值得表扬 内政部举办替代艺机优单位 及艺难表扬大会肯定他们的奉献 那我的服务内容是帮助在急诊室帮助 然后特别的经验是有一次有一群英国的车祸救助教官来台湾做一些训练 然后那时候不仅是在飞机车厂里面帮他们做口运 然后也实际进去了车子来扮演伤患 然后就是真的被消防人拖出来 那一段经历真的蛮有趣跟难忘的 民国89年起实施的替代艺制度提供多元服役选择 让服役成为学习成长的重要契机 也帮助拓展人生阅历职场经验 在替代艺的过程中 你可以学到你有本身学会的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理所不会的 然后把它学习到之后 那就是你拥有的未来的一个技能 那在服勤单位中其实很多个艺难 我刚刚只是举两个 还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士气 都是不胜美举 那也更多的替代艺人 他在包括医疗、社服、消防、文化、外交 等等不同的勤务单位上 都是默默的耕耘 那在用他服务跟奉献为自己 服役生活中写下最美的篇章 我相信这个最后都是在你们 回忆这段替代艺人的过程中 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那这一次的又获奖的基优单位 跟艺难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这边我也期盼各个机关 能够继续提供良善的服务环境 让艺难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也希望所有的艺难 能够继续发挥热情 给需要的人传送温情 我们都知道 未来因应我们全民国防的 一个兵役结构调整 我们内政部除了在替代艺难的 基础训练期间 也包括实施初级的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程 就是EMT1 那另外也培育替代艺难 在紧急救护能力之外 今年开始我们也增加包括 打法训练设计跟民防课程 艺难是国家重要且宝贵的人力资源 替代艺难训练期间 除了实施初级救护技术课程 今年也增加民防课程 强化艺难成为灾害防救 及动员辅助的力量 在服务学习中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万福国小 六年级的学生 到城市中的万圣西华州 透过观察与礼静 感受到大自然的洗礼 也学习生态观察 宝藏岩的文史 上下独木舟操奖前进 后退转弯 万福国小小朋友们 划着独木舟 用眼睛观察水的颜色 闻水的味道 并在船上进行 向万圣西的礼静活动 感受大自然洗礼 因为第一次体验 划船的心情怎么样 很怕撞到 很怕那个割潜会坏掉 然后我们会翻船 一开始觉得水很渣 可是后来就是看着水很渣 最困难就是那个转弯的地方 而且还有撞到点的时候 撞到点 我们刚才还割潜 那开心吗 开心 每一届的毕业班来做设计的课程 之前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去年的疫情缓解之后呢 去年也帮我们的毕业生 办这样的一个户外教育的体验活动 我们的学校老师 这个陈玉和老师 傅美林老师 还有我们像小婷老师 以及我们教处 以及过去林江台主任 现在的向村英主任 他们对这个毕业班的学生的学习 是投入很多的心力 那我们是希望给孩子 在毕业之前 他可以跟其他同学说 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的体验 尤其现在户外教育是非常重要 怎么样让孩子在户外里面 学习到他怎么跟别人合作 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环境 怎么样甚至爱护环境 其实我们这次的户外教育体验活动 华州是一个重点 那为了这个华州 来到这个万圣溪 进行这样的一个 礼敬山林河川的活动 我们待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想要给孩子们去做一次 对这个山林的礼敬 那我们也会立行 现在环境永续 大家爱护地球这样的行动 来照顾我们的周遭环境 所以这个课程对学生来讲 我们是希望透过六年级 这样的户外教育活动 让孩子把平常课程所所学的 能够应用到他的生活当中 在城市中的小溪华州 仿佛进入世外桃源 孩子们兴奋不已 不同于教室课本知识 来到户外学习的是 尊敬大自然始作经验 文山区万和里里长吴作荣 也带着志工们帮忙完成活动 盼小朋友们能在户外 玩得开心又安全 外国小本身是非常重视环境教育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我们后来就一直延续了这个工作 那也希望这个让小朋友 能够多接触一些户外的这个活动 然后让他们增长一些见识 这个是在这个教堂里面 没办法这个吸收的 没办法收获的 所以说学校方面一直非常地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在成长的过程 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知识 那所以说外国小是 这些师生是非常有福气的 老师带领着学生 步行到宝藏岩码头 在岸上做水上滑舟课程 还有生态观察与文史导览 期盼给六年级生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一起制造毕业前的珍贵回忆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要促进清宁交流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的课程 让长者与学生共组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感受歌唱的美好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道香 悠扬的歌声充满整个空间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透过共组合唱团促进清宁交流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充满了活力 这个是我没有的 那跟他们接触以后 产生了我的动力 那我有一点期待就是 这个能够延续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融入我们的社区 变年轻了 而且在沟通方面 我也觉得我们彼此 会有一些协调 会从兴趣方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那培养了共同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重要 彼此的交谈 还有我们也做肢体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精神 很值得我们效仿 因为就是唱歌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唱不好听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唱 然后就算唱不好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学 就是不会害怕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反而我们学的会比较快 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一起互动 就是互相讲对方最什么 这不是做最勇敢的事情吗 对然后就稍微沟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后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课 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我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比我儿子都还小很多 跟他们比起来可能都还差个十几岁 不过我觉得他们算是相当相当不错 他们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不是说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 不喜欢跟老人家相处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说用英文来讲 就是ver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蛮好的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进行合唱 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 团员必须打开耳朵 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不断的练习下 让歌唱跨越年龄 展现丰富美声 因为原本会觉得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节奏上 会比较有跟不上问题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跟比较年长的 讲辈一起唱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棒的是 他们会回家会蛮愿意练习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会听得到说下次 节奏上又有进步 然后每次跟得上都会跟得上 就是听感上的时候 觉得其实越唱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在 就跟阿卡贝拉一样 就是在练习唱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一个声部 共同之间的协调性 那彼此有没有打开耳朵去听 彼此声部之间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时候 每个人听感上是有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我要换你唱主唱 OK然后现在又换我唱 Baking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 NEO本身也是做节奏 所以在打节奏的时候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会很有感 就是其实在协调性上 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不会到说 会比较缓慢的开始 反而是他们会透过更多的练习 来让就是 虽然年龄层会比较广泛 但是合作起来上其实是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是 对人来说是最轻便的一个乐器 然后不论年纪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只要 只要有办法发出声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贝拉相对 有点难但又比较简单 就是他是一群人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 会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 可以这么多人同时一起唱歌 然后去挑战上不同的声部 包括我觉得 其实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 唱歌是一件体力活 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歌唱的训练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发声 呼吸然后都去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更加的去收支 每一块肌肉部分的运用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运动 我一开始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帮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 第三堂的时候发现 我如果把他们打散 因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刚认识会有点陌生不熟 那长辈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后同学们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发现 当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竟然自主地开始互相帮忙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强化肺部功能 并且延缓失能的发声 112年9到11月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 台北婚礼健康大学 共同办理了 Aucabella 亲吟合唱团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动 与学习的机会 帮助长者保持社交联系与参与感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和认知刺激 运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记忆力训练 口腔吞咽功能训练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 及预防失能的目的 在学生的部分 提升对老化的认知 与促进正向对待长者的态度 反转年轻时代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关怀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务医院 透过亲吟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的隔阂 增进长者与年轻人的互动 也用歌声丰富彼此的生活 而福联盟调查公共场合目睹大人 打骂小孩的经验中发现 有近9成的民众曾经目睹过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他们每个月都会目睹这类的事件 因此儿谋推动零暴力空间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个据点加入 打造安心更好的社会 民众用手机拍下在公共场合中 目睹大人打骂小孩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 有近9成民众有类似经验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每个月都会看到这类事件 其中超过5成民众是在购物商场 或是餐厅美食街目睹 显示多数儿少不良管教行为 都发生在有大量人群的公共环境 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当事孩童自尊心低落 甚至伤害身体和心理层面 当孩子受到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 他会开始改变他的一些人格 他的这个认知会开始改变 然后呢会开始withdraw 他会害怕跟别人交际 他人际关系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 接下来就开始会有不健康的行为 包括抽烟喝酒新烂交 而这些不健康的行为就导致了疾病 以及死亡 所有的这些措施里面预防绝对是最重要 而且是最省钱的 在暴力事件即将要发生之前 如果有第三者能够好好的劝说 有适当的技巧来避免这样子的暴力事件 打小孩事情发生的话 那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预防后续的一些变化 而且其实大多数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了 只是那一刹他就突然间理智断线了 除了那时候说要稍微缓和一下 有一个适当的空间 像这样林报应的空间 要缓和一下 提醒一下自己 过了就过了 大家在做一下好好沟通吗 体罚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儿蒙每一年都在做调查 其实它影响的不只是亲子的关系 还有孩子的自我价值 那长期来说 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也是儿蒙长期在推动 希望是爱孩子零暴力的这样的概念 那在2011年我们推了举思材以后 我们在2021年 接触了一些国际的组织 希望推动的是零暴力空间 它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觉得 人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大人其实不能打小孩 也希望小孩不能打大人 或者是大人小孩之间 都不要有暴力的状况 调查也发现遇到这类事件 有六成民众会先站在旁边看 必要时再出手 而其次超过三成则是装作没看到或是不处理 显示零暴力空间设立的重要性 透过公开且显而易见的标示 让进出场所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零暴力空间 不管是餐厅 不管是医院 或是一些公共场合 包括他们找了县市政府来帮忙 所以我说了 其实我不敢 当然我没有数据说 它未来会有多有效 但我必须说 比什么都不管 来的一定会更有效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最后一句就是 对于这些受暴力的孩子 我想说一句 救一个就算一个 我们只要救到一个 我们就赢了 我们其实准备了有五堂课程 从初节 当然我们提倡的是 要及早介入 当然其实如果这样的 暴力还没发生 我们看到就是气氛不太对了 比较紧张了 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就可以介入处理 但是当然 我们的第五堂课 还是谈到通报 因为有时候我们处理的过程 就发觉说孩子 其实可能已经有 在家里 或者是平常就不当被对待 我们还是会提醒说 据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报 那如何进行通报 儿福联盟零暴力空间倡议行动 已经成功号召 超过一千个空间贴上标章 儿福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一同响应 为保护儿哨而努力 爱孩子零暴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红道老伦福利基金会议 举办寒冬助老刻不容缓的 独居落势长辈关怀计划 希望在四个月内募集到三千万元 来助老服务经费 邀请连续六年担任寒冬助老的公益大使Ella 呼吁民众用爱来帮助 角落的孤独老人 我们来看看 投钱币夹娃娃 一人Ella成家化和独居长辈 差一点就夹到拐杖爷爷娃娃 不死心继续夹 终于夹到开心的又叫又跳 这台创意捐款娃娃机 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结合时下流行设计 发现角落孤老人大型创意捐款娃娃机 结合商场展开北中南巡回站 让民众与朋友孩子家人体验娃娃机时 也能同时关心独居弱势长辈 拯救角落孤老人 那我们邀请阿公 我刚刚看到了赴眼阿公 还有听力不好的长辈婆婆 我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爸爸他其实现在眼睛视力 也不太好这样 然后听力不好 的确他已经带着助听器了这样子 可是我对于拐杖爷爷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知道拐杖爷爷的原型本人 他每次只要是社工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总是笑容满面的 然后那个笑容满面就是一种感谢大家来关心他 感谢大家还记得他 然后来给予他帮助 而且他也愿意能够去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有心的感触 他们很有爱心 主要提供给社会一些弱树团体 或者像我这样一个老人 很好的生活上的关心 提供一些服务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就是 就是 都会感动 感动 都会 关心老人 阿公阿嬷 生活比较迫 我们买照以来买年菜 还是送那年菜 哦 很高兴 这样才送十几年 每天 每年都在记台我们买送年菜给他们 常常去加热树或是去前年去买年菜 哦 很高兴 我们都在设论论论语 有几十个人设论语 大家都很高兴 每个人都在买 买到很重的啦 买到很重的啦 买到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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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九十岁的李爷爷第一次体验娃娃机 也同时圆了爷爷想尽一己之力助人的梦想 宣传宏道的公益活动 连续第六年担任寒冬铸老公益大使的Ella 也呼吁民众一起用爱帮助角落孤老人 那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特别看了一下 宏道老人基金会的官方网站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历史 他们从1995年就一直创立至今 已经服务这些老人家们 独居长辈们已经28年的时间 而我才6年的时光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持续的为这些长辈们服务 然后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六年 然后陪着宏道老人基金会 然后多多关心角落的这些可爱小生物 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从主角变成配角 然后再去抢角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是那一群人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爱去延续下去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持续关注 这些社会上角落里面需要被照顾的独居长辈们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或者是我们常年都在提供的 我看了一个我们去年的一个 在彰化的一个服务报告里面 其实大概有24%左右的长辈 非常需要心力支持这样子 也就是其实独居的长辈 其实他在家里面 他的孤独感会特别的重 所以在社工的评估之下 觉得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很关注长辈 怎么样降低他的孤独感 以及提升他在生活上面的幸福感 以及有机会让长辈多一点的社会参与 这个也是在我们所有提供服务里面 将近是19%这样子 那回过来看这近万名的长辈里面 其实我想刚刚讲到我们很希望可以让他 有很好的这个陪伴这样子 那我最近因为快过年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搜寻一下 在那个Google的那个图片 不是可以搜图片吗 我就用过年两个字来搜这样子 然后出现在第一页里面有两台图片 其中十一张图片里面的七张 里面那个照片都是满满的人在围挪 那我就想哇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过年 特别是年结这件事情 大家第一个想象就是很多人陪伴 然后很多人可以一起吃饭 这个也更凸显了 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长辈 其实平常他们没什么机会 有人可以陪伴他们 除了我们的志工我们的社工长 所以在年结期间 就是接下来十一月到二月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透过寒冬助老的服务计划 透过陪他们一起可能是除救护心 然后陪他们送他们这个过年需要的物资 那或者是带他们走出家门一起来陪购物 然后陪他们吃一顿为炉餐 然后或者是过年了之后 长辈最喜欢去的是到庙里面去走春跟拜拜 这一切都很希望可以让他们过一个 满满的有幸福的年 红道基金会持续以半年货为炉餐 松年菜等服务陪伴长者温暖度寒冬外 也藉由创意设计吸引民众关注影法议题 进而同理长达处境一起助老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奖导演杨首义 耗时超过三年花费千万 完成了抽热血的纪录片赤心巅峰 贴身拍摄越野炮者古明镇周青 成功挑战中央山脉纵走最速记录的过程 世心巅峰记录中央山脉大纵走越野挑战 是穿越不同天后地形 在野外进行的极限运动 挑战计划由人称山顶狼的越野炮者古明镇发起 邀请越野一哥周青加入 两人前后共翻越40座百岳 全长322公里 创下8天16小时54分钟完赛 缔造中央山脉纵走最速记录 我觉得中央山脉很美 我们常常说它是护国神山 但我们其实对这座山的完整性 是很陌生的 非常陌生 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只知道它叫做中央山脉 就是中央山脉有60座的山 它是有名字的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念出它的名字 甚至也以为它是国外的山名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对我来说 透过中央山脉把全部的 他们的脸 他们的容颜 然后他们的名字 在电影里面大量的呈现 对我来说在地理 或历史上 其实它充满教育意义的 大部分台湾的生态影片 都是结合林物局 或国家公园 这样的系统来介绍 非常非常好 也得到很多国际影展 但是从人的努力 跟山的登山结合 这种比较极限的故事 是的确比较少 我希望的确 它可以跟这个世界 更多的对话 刘大哥压了一个 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 谁也不敢保证说 是一路平安 片中不仅有古明镇 与周青正式挑战时的跟拍记录 也有他们训练及场刊的画面 以及两位跑者险些醉癌 溺水等惊险过程 相差三十岁的两人 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也发生剧烈争吵 最终一同完成这项艰难的挑战 前面就是悬崖 你不是一个团队吗 你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一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冲突还蛮多的 应该是说 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那每个人的选择 还有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那谷大哥他是按照他的经验 经验谈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按照目前的科技 我的手机 我的轨机往这边走 但是他的经验是 告诉他往那边走 所以我们在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那个当下是很痛苦的 那个就像是全身赤裸的走向极地 你不停的颤抖 但是你没有任何一刻可以停留下来 那你停留下来就是争吵 然后再争执 所以这有时候是需要去磨合的 学下坡的那个能力也要很重要 他不代表是你失败 而是一个处境而已 我们人常常会在高山跟低谷间回荡 我们不见得一直都在高峰 所以教育里面教我们一直上高峰 教我们练习高峰的技巧 其实我们要练习下坡的技巧 我们才有办法再能力上一个峰 中央山脉的故事 刺青巅峰不是教我们只爬一座山 它是连峰式的爬山 所以他一定是上上下下一直爬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教育的意义 然后也其实也满抵立人心的 任何企业也好 或者是自己来对应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对照才对 镜头捕捉了台湾屋脊的绵延山巒 串起中央山脉的面貌 呈现人与山之间的紧密情谊 导演杨首逸表示 一直都很想拍摄 以中央山脉为主角的纪录片 非常幸运地遇见古明镇与周青 透过他们的越野精神 带观众一同感受台湾山林 最扣人心弦的感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资料 台湾新确诊的乳癌女性患者 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50岁也 显示乳癌发生的年纪有下降的趋势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 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十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 发现右眼异常就医 竟是罕见的乳癌复发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一万七千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降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5到10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有什么特别的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百分之七十percent的 它都是荷尔酷受体为阳性的病患 然后再者呢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率也比较高 那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相对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型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型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它占了70%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还有荷尔蒙阳性 荷兔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荷兔阴性的 荷兔阳性的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 白人 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同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好 而且呢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得到乳癌 我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型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人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 这个压力会陪伴病有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 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泄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腰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子音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也可以找到 你是属于哪一型哪一型 就是我们说的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 到不然是我好像了解了 我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如有家族史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迎接松山烟厂84岁 迈入第11届的原创基地节 全新转型开展 除了品牌在照重新设计 松山文创园区的视觉识别外 还邀请到台日印尼三国九组的艺术家 现地创作精彩作品 直接用感应的就可以让她完成了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山文创园区 2023原创基地节共享变态正式启动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鑫 与松山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等人 透过智能演进虚实互动 为2023年原创基地节创意揭幕 这项从2012年开始的年度大型策展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展出超过100件作品 今年不但以古迹圆拱门为灵感 重新设计品牌视觉识别 还首度邀请国际级艺术家参与创作 将有台日印尼三国共九组艺术家进行现地创作 包括我们整个内容面重新更聚焦在 松山烟厂的一个场域精神 还有所谓的在地永续知识学 还有永续生态这三个面向 同时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方旭中设计师 帮我们全新设计原创基地节的视觉识别系统 那也这个视觉的设计也重现昭和14年1937年的 烟厂的远古迹的那个拱门的设计图像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的艺术家 这也是首次 所以我们这次会有共有九位 来自印尼日本跟台湾的艺术家 共创实践的户外的现地艺术创作 艺术家以松烟历史场域作为发想呈现园区的多重样貌 像这一酱作品乐园就透过三面音架 集聚通透性的11幅画作 与巴洛克花园相互回应 10月15号还将与小市制作合作加入舞蹈演出 然后这个帆布跟音架它都是比较可以透光 比较有穿透性的 那它也可以跟这个花园的景色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幅画这样 艺术家张乔君则在户外庭园景观时 以树枝等材料加入国产银河上的图像元素 呈现日治时期的身份 并回溯松山烟厂当时对国家经济的定位 我将这些影像重新组合 然后用方式去呈现 那所以前面也可以看到有船体跟后面的山 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 这个山水中的山水的感觉 风吹过风车随即会产生当当声 由印尼艺术家阿兰·薩普托托 在松烟食农教育园区 与当地新能力李明联合创作的十组风车 希望透过艺术回应都市农民的农作生活 藝衣展区松烟厂 则是回探过往昭和14年的松山烟草工厂 最初建筑图和水郡分布等历史文物展示 再到重启成为松山文化园区后的各项成果呈现 824年的时空垮度 让文化局副局长陈于新相当感动 除了要兼顾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外 其实也有非常多创意跟创新的地方 庆祝松山烟厂84周年 10月10号国庆日也将举办84岁松烟厂庆万岁宴活动 邀请超过200位烟厂老员工回娘家 松山烟厂过去今年到至今是84年 整个的文史脉络 我们也邀请了老员工 会在10月10号举办厂庆回娘家 目前我们超过200位的员工 最高领97岁 10月6号到10月15号展期期间 除了户外展区开放到晚间11点 10月7号、10月8号两天 特别响应2023年白昼之夜 园区不但24小时开放 更推出多场星光限定活动 4月底前还将提供智慧眼镜互动师导览应用 让民众透过智慧眼镜游览松烟各景点 深入体验84岁松烟的美好风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领事产业 任意变更排气管 或者是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认合格排气管的车主们要注意咯 金融市警方即日起 以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将进行定点拦查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汉市警局副局长李清全 交通队队长张玉丽 及环保局科长林嘉宜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依据市府公告修正的 金融市噪音管制条文 警方开始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针对任意变更排气管 或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认合格排气管 进行拦查拍照 再移交环保局裁罚处分 本局从即日起 会从每天晚上的八点 到凌晨两点 我们一天会规划六个班次 来执行宁静街坊的 一个专案勤务工作 未来的一个勤务执行 我们会采定点拦查 然后针对本市 意为噪音的一个热点 路段以及39处 汽机车改装处所周边的路段 我们会实施定点拦查的一个勤务 针对任意变更或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排气管 我们会加以来做一个拦查 然后通报环保局 来依照本市公告的一个管理事项来实施裁罚 那未来呢 如果说有违反相关的一个法规 我们将会进行三千至三万元的一个罚环 我们期望说能够加强取缔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 这个噪音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针对于我们目前民众 经常反应的噪音的这个 噪音车出没的这个路段 来进行这个查验 那首先呢 分别是南红路 还有仁一路 信一路 东信路 北宁路 新丰街 八渡路 远远路 湖海路 西定路 鸡金一路 以及麦金路等 同时间呢 我们也会针对全市的39家列管 汽机车改装处的这个周边道路 来执行这个定点守望 而为了积极防治噪音问题 环保局也说明 明年已经编列多套取缔噪音的执法设备 加强执法 明年我们有编列了四套原地检验的设备 还有十套固定的这个声音照相的设备 固定声音照相设备在各区的这个澄清的热点 我们都会装设 然后这个原地检验的设备 我们属于机动式的 在澄清热点 如果有民众澄清的话 我们就会出动这个设备去前去那个检查 那其实呢 为了能够有效的 赫止车辆 自行改装这个排气管 以及呢 制造这个噪音的这个案件 我们也在呢 明年度113年的预算采购呢 就是有关于声音 以及科技照相的执法设备 同时呢 我们也会向环境部 来建议下修现有的 这个噪音开阀的标准 下修到84分贝 我们会建议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目前信有的一个分贝标准是90分贝 由于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 因为改装车产生的噪音问题 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 因此市长也将安排时间 到警方执行专案的现场进行了解 期盼透过加强取缔 让市民不再受到噪音污染 拥有宁静的生活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来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 最近很多人都收到了 欠缴水费的手机诈骗简讯 自然水公司呼吁民众 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去点简讯里面的不明连结 先向水公司查询确认 画面上这则简讯 就是许多人接到的 欠缴水费诈骗简讯 简讯内容提到 欠费275元 再不缴费 当天就要立刻停止供水 利用民众恐慌的心理 因此自来水公司 特别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点入简讯里的连结 避免受骗上当 特性都是欠缴水费275元 而且就会在当天停止供水 那提醒民众不要惊慌 接到这种简讯的时候 不要打开 水费吹缴简讯的连结网址 请拨打我们水公司的 1910的免付费专线 或者是各服务所 各营运所的专线 或者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其实我们公司的吹缴 我们原则上 我们也不想拆用户的表 因为有时候用户很忙 忘记缴水费还怎么样 我们原则上 我们会到用户的用水地址去贴单 或者是打电话 那如果都没有来缴的时候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简讯去吹缴 可是我们的吹缴简讯 绝对没有连结可以缴费的网址 再来水公司表示 目前在官网上也有加强提醒民众 诈骗简讯横行 误任意点入连结 再次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提高警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等一来看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裹肉 水泥块剥落非常危险 一场同思委就向市政府争取了840万元 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来态换老旧的货梯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锈时裹肉 水泥块剥落 危机底下做生意的摊商 以及采买的客人安全 因此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向市政府积极争取下 将耗资840万元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 太旧换新这个市场的货梯 那我们因为从民国七十几年 更新到现在 也非常多的设施非常老旧 那这边也是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仁爱市场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设施的所有改善 那我们非常感谢仁爱市场的王宏市书伟 帅领的这个我们的管理委员团队 常常都会反映我们真实的现况 把我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是需要改善的方向 给我们的产发处也给我 那我想我们会特别争取相关的预算 那今年呢 非常感谢产发处这特别编列了840万 来做我们天花板的修缮 尤其这边猪肉区天花板的这个 锈石非常严重 非常多掉落的石块 让我们采买或是摊上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今年要求他们编列的预算 明年会做更新 那也有150万的货梯的一个预算来更新 我们感谢我们的预长 在帮忙中 来各地来勘扰我们能力市场 因为我们能力市场 也已经三十几年 将近三十六年了 那有些东西都是老旧化的 那尤其有一些地震的原因 致使我们这个屋顶 石头剥落 那我们预长特别 很关心 找个时间来会刊 那也鉴行我们市政府编列预算 来帮我们修缮修补 在市场主委王宏寺 以及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市场 及商业发展科长吴国伟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除了会刊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以及货梯的情况之外 未来也将争取重新铺设 市场一楼周边的棋楼地板 那我想我们现在还在看这个 仁爱市场周边的地板 因为这是过去的设计 比较这个没有止滑的功能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还有机会再把我们仁爱市场周边的 这个棋楼 第一个做整平 第二个做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地板 重新铺设 我们未来再跟市政府或相关单位来争取 那也谢谢王宏寺主委 长期的对仁爱市场的这个关注 跟把所有的问题来做反应 市政府产发处 市场及商业发展科长吴国伟 进一步表示 猪肉摊区天花板会剥落的地方 已经都先处理过 暂时不会再掉落水泥块 明年也将紧速发包 修缮这里的天花板 以及太旧换新货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如何赋予农产品更多的价值呢 一起来看马东社区农村再生执行计划 特色农产品加工料理的成果发表 正式柚子堂 去年研发上市很受欢迎 去年研发的 去年研发的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比较湿润一点 还有利用果实酿制的水果酒 今年上市 赋予新鲜果实更多价值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 烟红树莓酒 这个叫做柠檬桓石榴酒 也是今年新 我们跟海洋大学的老师 一起研发的 延长农产品保存期限 农友们在海大石科系的协助下 发展出各式特色加工农产品 竹笋制成各式冷冻包 是年菜的新选择 中西的食材 不然要存的 还是刺激品 刺激不要 然后来做加工 做研发 还有别具风味的竹笋意大利面 吃过的都说赞 特色农产品加工料理成果展示上 看见马东社区农村再生执行计划成果 市议员张肯辉也很积极协助农友 开拓新市场 目标锁定七毒火车站 打造假日小市集 火车站的我们旅站长也乐观其成 因为这个整个都是由铁路级的 自开计划里面所来主办的 未来我们会一起会看 如果同意以后未来的话 这个在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我们的社会处的弱势团体的文创 还有我们 厂花处的市集的 可以就在那边摆设 同样的一个促销他们的产品 从包装到销售 农友们一条容 运用当地特色农产 希望创造农产品的多元性 并提高农业价值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阿琪借过 你们是五银角吗 怎么了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没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税开中 安心缴纳一尺共